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了爱和仁慈 主不会与我们连接 因为主就是爱和仁慈的本体 祂盼望拯救我们所有人 用强大的力量把我们引向天堂 也就是引向祂自己 于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并得出结论 除非追随主的作为 或者换句话说 除非像他那样做 或与他同心协力 否则没有人能够与主连接 而这样做就是用爱主和爱灵如己回报祂 这是连接的唯一途径 是圣约的最基本要素 当这样做确实形成连接时 那么主当然就会显现 的确 主实际上与每个人同在 但祂离我们是更近或更远 恰恰就等于我们趋近爱或远离爱的程度 由于圣约是主通过爱与我们的密切联合 或者换一个说法 主在爱和仁慈中与我们同在 所以圣经称圣约本身为平安的约 这是因为平安象征着主的国度 而主的国度由相互之爱组成 唯独这样才能带来平安 摘自蜀天的奥秘1038节1到2 核心理念 任何与上帝连接的基础都是爱 爱上帝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这规则中还有更多内容 你还当以上帝的方式去爱 换句话说 以爱去对待所有人 在灵性世界 亲近或疏远 不取决于物理空间 而是取决于灵性状态 在这里我们看到 同样的原则 如何在世上的属灵生命中 发挥作用 在爱的方式上 越向上帝 我们就越接近上帝 反思 你是否曾经历过与上帝亲近 甚至连接的状态 你会如何描述这种感觉 你是在怎样的境况里 进入这种状态的 到达此状态的过程 是否与上述描述相符 还是有所不同 对你来说 与上帝同心协力 是容易还是困难 当人试图使自己 与上帝的本性一致时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